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在 更有爱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新乡新大会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大家 还要跟我的云搭档 在网上看我们节目的 淳叶打个招呼 淳叶 你好 淳叶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还是云上的我 希望今天的男女嘉宾 可以好好的表现 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尝爱情甜甜蜜蜜的味道了 好的 好的 来见一见我们老朋友 我们2号 你三次录我们节目了 对 你看到网上人怎么说了吗 就是大家好像对我的表现 还挺喜欢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更多地 把注意力集中到我朋友身上 仅仅就是你说的这样吗 还有没有别的 能说吗 能 能说 你说说看嘛 因为我也单身嘛 然后可能对于这个问题 就比较 对啊 像你这样你单着 他也单着 干嘛你们俩不一块呢 观众会有这样的联想 你要不要做一个说明 这么多年都下来了 对他一点点没有感觉怎么起 情况是这样 就如果要是说真的有感觉的话 要么然可能现在已经做不成朋友了 要么然肯定就是已经在一起了 我俩能20多年 一直维持这个一个非常平衡的关系 就说明两个人可能都是互相看不上的 急了呀 赶紧撇清 就是发小 我们两个人生20年了已经 哇 要不然你说的这个话呢 我们把那个二线场 我们看一下小本尖 确认一下你们两个是不是20多年 彼此都毫无感觉一直到现在 莫莺 我们两个真的是毫无感觉 我对他一点 除了朋友关系以外 一点其他的想法都没有 真的永远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王婷都会说 他不拿我当一个女孩子看待 他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男生 是不是在你眼里 他就是个好姐妹是吧 对 他就是我的好姐妹 你们已经是第三次来了 这么频繁地来往于南京和杭州 建议你们不如直接买一台 斯科达全新新动 大两箱 时尚灵动 来这儿也方便 下次开着小汽车来 好的 这次加油 我们来4号 孟老师好 我又来了 叔叔又来了 回去之后呢 就看到我们录的那期节目 在电视上至少播了三四次 其实越看了 我越觉得我自己的表现还不错啊 我要送个礼物给你 拿住 我拿住 拿住 我想请问一下 我刚刚送你的礼物 你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字吗 我送个礼物给你 我送个礼物给你 你都没有留意 不好意思 好 我没等 什么东西 这次我还带了我们家的 战术的比肩海报 这次遇到合适的男嘉宾 爱心对我发射不行 还是要往前冲 爱心发射 我们来看一下4号 孟爷爷你好 大家好 我是还是那个喜欢硬汉的肖雨婷 上次牵手没有成功嘛 因为就是有两个男嘉宾 和我长得太像了 就无法激起电爱的感觉 你知道吗 当然也有我自身的问题了 你的什么问题 孟爷爷 你还记得有个阿姨 她带了一碗百年好合粥吗 我记得 那个是用娃哈哈 李麦牛奶粥做的 健康代餐 美味营养无负担的那个 对 我觉得很好喝 然后呢 就是别人看男孩呢 我喝粥 来了 来了 等我喝饱了 喝完了 人家已经出去表白了 这一次我一定全神贯注 然后遇到喜欢的男孩子呢 就直接爆灯 加油 那个粥 我们有的是送给你的 好吧 军乐宝奶粉用品质 hold住全场 来 开始我们今天节目 有请1号女嘉宾 哇 好漂亮 王祖贤 既视感 孟爷爷好 大家好 我是1号女嘉宾孙志廷 今年24岁 现在在上海一家上市外企 做人力资源咨询工作 好漂亮 我是一个独立不黏人的女孩子 不要求男朋友秒回信息 那如果最多一两个月没见面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你能接受吗 一两个月都不见面 不能接受 这一颗有趣的灵魂足够吸引到我 那么以上这些都可以不算数的 好的 那边是 这个是我的舅妈 哇 舅妈好年轻哦 孟老师好 大家好 因为孙志廷的父母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全家就委托我来帮他张罗张罗 我希望他找的男孩子高高壮壮的 不肯老 不吃卵饭 有自己的人生和目标 当对方落难的时候 就是良人是不离不弃的 落难 什么情况算是落难 我希望男嘉宾能够让我们志廷 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给他甜蜜 谢谢 好的 好 来 本嘉宾由去约会AB您提供 有请三号女生 哇 这个好可爱 好可爱哦 好可爱 可爱型的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易俊 今年24岁 来自广州 现在从事时尚自媒体行业 我跟一号恰恰相反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黏人的人 然后我希望男朋友 能24小时回我信息 两个月一见我是做不到的 两天一见我都不行 两天都不行 很多人不喜欢大男子主义 但是我却恰恰相反 我特别喜欢大男子主义 他学霸道的 霸道的 对 对 我希望他能管着我 然后不让我熬夜 不让我吃宵夜 然后在我健身 你的生活当中 什么事情是可以自己 独立完成的呢 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很独立 但是有男朋友的话 我会特别依赖男朋友 一有男朋友就变二级残肺 不理 我可能上厕所 晚上上厕所 我也希望男朋友陪着我 那这个是 这是我妈妈 想找个什么样的孤雁 我希望未来的女婿 住室十大体 月收入三万起 可能把我女儿装心底 三万起 对对对 这个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因为我觉得男人 肯定至少要比女朋友要强 在经济方面 我觉得可能她的收入也蛮高的 对 欢迎你 本嘉宾由去约会APP提供 有请5号女嘉宾 好像韩国女生 对 女团的感觉 我可以站起来吗 我可以站起来吗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叫朱明子 我爸爸姓周 我妈妈姓明 我是他们的宝贝孩子 所以我叫朱明子 我今年26岁了 我研究生就读于澳洲的 新南威尔士大学 我目前在上海一家 通信服务公司上班 我希望男生对自己的财富 有一定的规划 然后我自己也平时 做一些投资理财 同时我是一个分了手 也能当朋友的人 然后就是有时候谈恋爱 谈不成也可以交个朋友 买卖不成 人亦在 那边是你的妈妈 是我的妈妈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们家宗明子呢 他希望找一个 阳光帅气的男生 但我觉得男生重要的是 要有智慧 如果能够治好宗明子 那个熬夜 胡吃海塞的坏毛病 那就更好了 我希望以后能种好 我自己花园里的 那些花花草草 像丫头这种 养育难度大 周期长 又很难出手的 这种花呢 我准备放弃不养了 阿姨 这个有爱的吐槽 真是亲妈无疑了 希望能够有大胆的男嘉宾 把她带走 好 谢谢大家 欢迎你们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本嘉宾由世纪家园提供 所有家庭请就位 感谢广玉远订婚单 为本厂女嘉宾提供暖性礼品 做健康女人需要综合调理 欢迎进入 由欧洲双认证 全国商量领先的 军略网霉粉冠名播出的 新乡亲大会 本欄目由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军略网奶粉冠名播出 军略网奶粉 率先获得欧洲BRC和IFS双认证 并且全国销量领先 本节目由纯粮的 纯正的 纯香的狼牌特区特约播出 喝狼特为真爱干杯 感谢广玉远订婚单 为本厂女嘉宾提供暖性礼品 做健康女人需要综合调理 军略网奶粉用品质 hold住全场 尤其一号男嘉宾 好帅 好嫩 好嫩 这么长得好乖乖的长相 他带了好湿的 好贴心 你记得看更帅我的天 好清秀 我喜欢这一款 我感觉竞争好激烈 这是洗头用的还是喝的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咖啡 咖啡 手工制作 大家好 我叫曹宇 然后今年是24岁 南京 现在是南京一家民宿店长 民宿的店长 对 这男孩子应该很居家那种 喜欢开民宿 又喜欢手冲咖啡 应该很会照顾人 对 您那个名字谁起的呀 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是下雨天 我的父母觉得可能就 跟那个读了一篇名著 然后就改了那个名字 雷鱼 那边是 那是我的表姐 表姐也好好看 表姐单身吗 单身 单身可以到我们那里去报名 我们这个就算一语两丝 好 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开始 君乐宝奶粉亲家宣言 下面我替潮语的 妈妈来宣读亲家宣言 作为妈妈 客观地评价我儿子 优点和缺点都很难说 优点太少挑不出 缺点太多 数不清 我也觉得 太好 我觉得挺好 先知道她的缺点 再慢慢发现她的优点 作为婆婆 我对儿媳妇的叮嘱 都和饭有关 第一 曹语比较懒 经常不吃找饭 你们在一起 要互相地督促 照顾好彼此的身体 第二 将来我们不要求同住 带你们每个月 至少回家陪我吃一顿饭 这个可以做到 第三 夫妻不留隔夜愁 有什么矛盾 必须在饭桌上摊看看 我看着这样的脸 我都生不起气来 不行 不行的了 我不希望你们的爱情 轰轰烈烈 阔口迷心 只希望你们细水藏流 谢谢 是不是开头有一句 优点太少找不出 缺点太多 说不完那种 对 我觉得当父母这样 评价自己孩子的时候 他后边说的话 在我一个旁人听来 可信度会增加 他家属还蛮实在的 对 这种是适合姐姐来管教的男生 4号 藏羽 藏羽 你好 4号 你好 谁抱我 5号 我的天哪 我喜欢这一款的 我喜欢这一款的 好喜欢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爆了 我还蛮喜欢的 宗明子就不想让4号爸爸说话 来 宗明子爆灯的原因 他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怎么办不行了 天哪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也要努力争取了 对 没了 然后他是自己做民宿嘛 因为做民宿他是有赚有赔 然后我觉得 对 做什么生意都是有赚有赔吧 我觉得他能面对这些压力 我觉得蛮钦佩的 然后他比较懒不愿意做家务 我愿意做 因为我在澳洲三年 就是自己生活 对 做饭 洗衣服 对 我可以 不服气 他那话跟没说差不多 就是一个意思 他喜欢你就OK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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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4号爸爸 潮雨 这边 你好 你好 师傅 你好 你刚刚听你说 你是下雨的时候生的 你跟我那个女儿小雨婷 她生的时候 下下雨给我停了 然后听说小雨婷 然后你是自己做创业的 做民宿嘛 我们家以前也做过宾馆 然后我那个女儿 也是自己创业的 可以交流经验 希望你多多感触 我们这个4号家庭 好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你爸爸要跟我抢 2号 2号 这个4号叔叔说名字的梗 你往这看 我们这个也有名字的梗 好吧 都是雨 都是雨 下一块了 对 我这个雨是一样的 对 然后那个我有几个问题 就是小哥哥你多高 我近身高187吧 好高 你对于身高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 低于多少不接受这种梗 没有吧 我一般是看演员 还是就身高问题 并不是很强求的 年龄呢 下线不要太低 如果上线的话 最好在四五岁左右了吧 不要太高了 30以内 对对对可以可以 那应该大家都可以的 3号 男嘉宾你好 你喜欢黎安人的女朋友吗 什么 蛮喜欢蛮喜欢的 你说话负责任哦 那你就可要多多关注我们家意境 那张灯长得很帅啊 暴昧地问一下 你一个月的收入平均下来 一个月大约是 平均下来一个月大概也差不多1万左右 1万左右 我建议你跟3号就不用再聊了 不用耽误时间 他们家要3万7年 你离这个距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对对对 能接收吗这个收入 他以后还有发展的空间 这个还是要看他们两个人的缘分 重要是看你有没有这份拼搏的事业心 对阿姨说得好 先看片子 我叫曹宇 我毕业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工程专专业 航空 乖表演这么高 拼命 锋芒毕露 但这些都不是我 因为我觉得城市大小和工作稳定 并就是上进的唯一标准 未来的人生我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是有生活态度 客人住足 天流离开 鲜花发芽 战化枯萎 对 我现在的工作时间是一年忙半年 每个月休息四五天 我对财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欲望 钱只要够用就可以了 不希望我自己因为赚钱 每天疲于奔命 人生平平淡淡就是最好 男孩子还是要有点上进心吧 毕竟这么年轻 对 我在那样做没有掌控欲 因为我什么事情 都会去询问女生的意见 初恋因此会经常跟我吵架 她会觉得我没有主见 其实这就是我在乎她的方式 这种可能不太能接受 后来的一段恋爱 她是比我大三岁的女强人 我不介意女生比我大 比我优秀 我不觉得成熟的女人 是用来征服的 因为她是用来学习的 但是我不想做她的学校 跟我不太合适 我不喜欢 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对我的掌控欲不要太强 现在的我已经很成熟了 想要去找一个人去收拾她 未来我只希望有一栋民宿 面朝大喊 与你携手 四季发开 本嘉宾由世纪家园提供 太平淡了 就这样简简单单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 男嘉宾平常在自己民宿里边 都会小酌一杯 如果今天牵手的话 可以带着丈母娘或者老丈人 一块去喝狼牌特去 喝狼特为珍爱干杯 饮狼酒庄园之旅 喂 孟爷爷 我是2号 麻烦接一下我朋友 2号 我看VCR以后 我发现这个男嘉宾 她是那种轻心寡欲 无欲无求的人 你帮我问一下她 她这么年纪轻轻 她不想再冲一下 再奋斗一下吗 为什么要这么早 就进入这种中年人的生活状态 我知道 就是我朋友和我问的问题 基本上是一样的 看的VCR里 对于钱这方面 好像没有太大的欲望 你今天刚24 如果就马上进入这种状态的话 是不是说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因为民宿这一份类型的工作的话 对我来说我是很快乐的 因为我的一个工作时间的话 是一个月上午15天 休15天 我会拿这个15天 为我以后去学习我的情趣爱好 和我的一些相关的技能 我觉得挺好的 她的那种生活态度蛮好的 年纪轻轻应该在努努力 对 对 在事业上不是特别有上进行 对 5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女儿是研究生毕业 大你2岁 你介意我家女儿学历比你高 我妈不喜欢比我小的 这个我当然不介意了 你妈肯定希望你找得比你好了吧 不要急 大学刚毕业 怎么会选择难度这么大的事业 我觉得做民宿难度 应该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这一份工作的 因为我 她需要很大的投资 对 但是你也可以去找人跟你一起去合作 一起去创业这一块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5号女嘉宾 你帮我转接一下我妈妈 5号妈妈 喂 妈妈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她 你喜欢就行 你帮我问一下她 介不介意女方收入比她高 谢谢 好的 男嘉宾 你好 我丫头也是一个特别自立自强的人 她想要知道一下 如果女方的这个经济实力 可能会超过你的话 你介意吗 我也知道 至少两个人要势均力敌 对 就是一样我可以接受 对 但是比我低我不能接受 我为什么要去介意女方来比我优秀 因为我现在在利用我的一个休息时间 去学习我的各种增速 像平面设计这一块 我都有在去学习 对 这挺好的 这个很好 刚才2号孟于斯说的那个话 引起了我一些想法 她说 为什么你看你20多岁 就过得像中年人一样的生活 这价值观不一样 跟年轻和中年无关 你看我中年人 我也在奋斗 我每天都在忙着呢 有的人我60岁 他还在奋斗 他还在为企业打拼 他也没显着 这跟年龄无关 有些人的人生 有些人是以成功为终极目标 有些人是以快乐为终极目标 我只要获得自己开心 这两种态度 没有谁是对的 就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已 我也觉得成功和快乐 是不同人不同的选择 每个人成功的点不一样 那我还喜欢男孩子拼一点吧 他才24岁 对 我也是拼一点 你以前交往过几个女生 三个 你在过往的那三段感情当中 有没有女生觉得你的性格 是属于比较偏弱的那个 有 因为我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会无时无刻地去问他 包括我很想地去跟他讲 我每天一天三顿 甚至去想要吃什么 都会去跟他讲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男生不是很有主见 都是希望女朋友帮他做决定 所以可能不是我心里面 是特别理想的那种 对于你呈现给异性的那种 性格特质当中 有哪些是想要可以调整一下的 可能我太过于依赖他 可能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 经常地去跟他去沟通 我可能也会去慢慢地 把我很喜欢他的那种想法 去不停地去强加给他 24岁还是太年轻了 而且我觉得他不是很成熟 对 我不想做他的学校 长得帅虽然也很好 但是性格更重要 大男子主义这件事情呢 大多数女生不喜欢 但是走到反方向的另一个极端 可能也未必好 所以什么样的一个度 是最合适的 当然这一定是要 两个人感觉到愉快 但是你需要让自己逃着 女生共同向往应该有的 那个男朋友的那个形象 性格往那方面再调整一下 你 喂 孟爷爷 我是2号 帮我转一下我朋友 谢谢 2号 通过他过往的感情经历 我认为他想找的女朋友 是一座学校 但我希望找的男朋友 可以做我的老师 你懂吗 我明白了 我朋友说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 更多的是那种感觉找一个学校 带着你可能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什么样 但是他还想要找一个老师 所以对不起 没事 没事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 3号妈妈 喂 妈妈 虽然她长相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她的性格跟我太像了 我们两个都很懒 然后都不爱吃早餐 我需要一个能管住我的人 灭灯吧 因为可能我女儿个人感觉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 谢谢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喂 孟爷爷好 我是1号女嘉宾 我想转接一下我的舅妈 舅妈接电话 我确实不喜欢比较弱的男孩子 所以可能要麻烦你帮我拒绝一下 男嘉宾灭灭灯了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我的外孙女说 刚刚一个问题上面 他两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 所以不好意思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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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4号爸爸 你看4号爸了 真的是好冷心 好可爱 那我就唱两句 唱得不好 我好可爱哦 我最喜欢了 我怎么又放点音乐呢 你唱音乐就来了 我能力站在你身后 把你揽在胸口 低头看你手间的两颊飞红 没听出来什么 破落一把 破落一破落一把 破落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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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不唱了 唱不好 一下子简单没唱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准备一下 再挑战一次 我就送一段 那个讲不出再见吧 希望我们认识是缘分对吧 好 来来来 好 这个就比刚才好多了 但是我们播出还是会播前面那个 逗你玩的 真加分 我被输出全粉了 对的我好纠结 喂 喂 孟爷爷好 我是我用这个 我是5号女嘉宾 你帮我转接一下我妈妈 5号妈妈 喂 妈妈 就是她外形 然后身高各方面都蛮符合我要求的 但是觉得她的性格好像有点内向 就是有点闷闷的 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以你对我的了解 你觉得合适吗 我要公布一下我女儿的想法吗 可以 她说觉得你是性格方面还是有一点弱弱的闷闷的 这个无欲无求像他们说的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你才24岁 而且你对自己的感情是有反思的 刚才孟老师也给你了不少指点 我觉得你还是可塑制裁 我觉得可以再看看 谢谢阿姨 娃哈哈黎麦牛奶粥 给你全营养关爱 来 我们看两个女生的背景资料 肖雨婷 23岁 视频工作室创始人 钟明子 26岁 通信公司职员 来看两条甜蜜情报 我当年还算是比较时髦了 流流长长的 重分头 像刘德华 郭富城 这些年都开始流行斩头发 然后就理平头了 也没有这种潮流 这个潮流也追不上 因为吊钢吊得差不多了 我女儿现在参国的话 也很像我当年90年的那时候 我当年也是那个党 实上就是一个轮回 男嘉宾你是那个有缘人吗 希望你多多感触 肖雨婷 你名字很女性化 下一条 这块金砖是 钟明子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毕业证书 商科硕士 像钟明子这样一个问题少女 能拿到这样一个毕业证书 真是她最大的骄傲了 我说她是一个问题少女 是有证据的 记得小学的时候吧 雨文老师让她背一个前只驴 她不背 她说这个驴很笨 也就罢了 这个把驴运到山下 把驴运到山下的人也很笨 我就不知道雨文老师 让我们背这些东西干什么 问得我这个做雨文老师的 也真是前驴技穷 恨不得踢她一脚 我今天就是要来看一看 到底最后是什么人 才能获得她的方形呢 特朗特为珍爱干杯 有请4号 本嘉宾由MaryO分裂ABB提供 他们俩的长相真的很像 她们的衣服也很像 都是同一色系的 有请5号 好 来 我们从4号开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们的性格方面 稍微有点反差 我会是那种 比较霸道一点的女生 对 我年纪比你小 但是我罩着你 这种感觉 我喜欢笑语听这句话 然后我也就是一个比较 和你一样吧 低欲望的人吧 就是欲望不是很高 然后也比较向往一种 就是舒服 自在的一种环境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认识你也很高兴 对 好 她们两个真的 好搭 相处起来可能挺好的 对 5号 然后我刚刚为你爆灯了 因为就是你的外形 各方面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个没有办法 就控制不住 我觉得5号她们俩 她能照顾她像大姐姐一样 因为我个性是比较外向的 然后我想知道你周末 平时都想去做什么 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宅 有点闷闷的 这是我的一个忧虑 对 对 如果不是疫情期间的话 我可能会出去看电影 然后自己会逛一逛 就是你不太喜欢找朋友 就是一起聚会什么的吗 也没有 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跟她们不一样 对 跟她们不一样 我跟你说 有些爱好这个事情 有男朋友和有女朋友之前 是一个样子 等有了男朋友 有了女朋友之后 又是另一个样子 这都不好说 好 清热解读 硝烟阵痛 下面进入贵龙东陵草堂江 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如果我们禁止了 后面有院子的话 就休息期间 在院子里面我们会干什么 对 弄弄花弄弄草 对 我也首先也是这样想的 弄弄花弄弄草嘛 然后就是我们都会穿着白色的短T 然后在一起坐在椅子上 然后喝着你做的咖啡 然后一起聊聊天 沐浴着阳光 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对 对 5号 我觉得一个院子大一点 可以一起打羽毛球什么 增加一些运动 因为我现在 找一帮朋友来烧烤喝啤酒 对对对 然后动死大死 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心情的人 对吧 大家一块嗨 是吧 对对 关键时刻看品质 君乐宝奶粉用品质收获人心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4号还是5号 你的选择是 我觉得她会选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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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猜不到这个 表情这么凭倭的男孩 会做什么选择 是 君乐宝奶粉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为爱首富 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奶粉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喝狼特为珍爱干杯 狼牌特区提醒您精彩继续 本栏目由 率先获得欧洲BRC和IFS 双认证并且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纯凉的纯正的 纯香的狼牌特区特约播出 喝狼特为珍爱干杯 美味又抗饿 本节目由健康代餐新选择的 娃哈哈李麦牛奶粥赞助播出 遇见心意的她 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节目指定用车为 斯科达全新心动 请嘉宾进入让心动更甜蜜的 斯科达全新心动恋爱空间站 这个安安静静的小伙子 他那个性格 我倒觉得真是找了一个 不一样的女朋友之后 可能两个人 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萌生出一些新的兴趣和爱好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的 好 祝他们幸福 狼牌特区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喝狼特为珍爱干杯 迎狼酒庄园之旅 男嘉宾刚刚一上场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是不想错过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就长发飘飘的 然后他一求爱的时候 就唐手发牢 我就觉得蛮喜欢的 就是他性格有点内向 然后可能需要我去 带他一起出去玩 我可以就做家务 然后叫他做饭 我可以把自己放松 帮你独家宇宙 抱着你倘若无愿惊 尤其新的五号女嘉宾 好美女嘉宾 好美女嘉宾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王晨吟 今年29岁 现在在上海是一名 执法类的公务员 感觉他好有气场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 非常地开心 因为我是新乡亲大会的 忠实粉丝 每一期节目 我都有认真收看 并且制作了恋爱笔记 我能看一点那个 可以 这是自己弄的 对 从第一季节目 一直到现在 就是整理了每个男女嘉宾的 详细资料 我都怀疑我们组里边 是不是有这么详细的 太好了 今天我一起来的是我的表弟 那边是表弟 莫菲老师好 大家好 今天准备了一段说唱歌词 来介绍一下我的姐姐 说唱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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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有单红色的长裙 我头发也不蓬松 但是听完老的介绍 供列我姐就能撑 供我姐姐她很可爱 伸太剑对我交代 你的姐夫不用太剑 但要比朋友言帅 愿你是个有趣的灵魂乐观 向上瑜 是不要犹豫不决 对她能让就让 若是小孩要的早宝吧奶粉 不能少 品牌推荐首选俊乐宝 这些我姐人美心特好 条件合适 就要鼓足勇气向前希望 多给我姐关注 说不定二位就有缘 好的 我很清楚地听到了 俊乐宝三个字 俊乐宝奶粉 也是具有国际品质的好奶粉 率先获得欧洲双认证 并且全国销量领先 好的 欢迎你 谢谢 本嘉宾由市集家园提供 军乐宝奶粉 用品质hold住全场 有请二号男嘉宾 这首歌挺好 好笑 我上路的感觉有发 我上路的感觉有发 我是很正派的感觉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叫袁异明 今年26岁来自北京 我硕士毕业于帝国理工学院 然后现在在一家世界500强的 互联网公司 就是担任产品经理的职务 很厉害啊 很厉害 很厉害 那位是 好 那位是我的表哥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是一名的表哥 今天父母不能来到现场 就由我来做个代表 好的 欧洲双认证 全国嚣张领先 下面开始 君乐宝奶粉 庆甲宣言 大家好 下面由我来做个代表 宣读我们的庆甲宣言 俗话说得好 山不再高 有仙则鸣 水不再深 有龙则铃 人生很短 不求大富大贵 但说到爱情 当须至死不渝 我们家族十业起家 一名未来也一定会依靠 自己勤劳的双手 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希望未来他的另一半 温柔体贴 秀外惠中 你敢死心塌地 他就敢不离不弃 今天他来了 你敢吗 敢了吗 没什么不敢的 大意凛然的感觉 是吧 表哥还是这种风格 5号 2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想关注一下 工作之余您的厨艺怎么样呢 我厨艺就是 什么菜都会做 但是做什么菜都是一个味儿 对 那没关系 我的姐姐非常能吃 会做菜挺好的 很加分 跟我一样 做什么都一股老抽味儿 那没关系 我的姐姐非常能吃 宝灯了 1号爆灯的 孙志廷 爆灯的原因 其实的话我之前就有讲 我很喜欢理工科的男生 如果说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好 那其实很对我的胃口 另外的话 我本人的性格的话 其实是比较不黏人 比较独立 之前我大学的专业 其实是互联网工程 跟互联网是比较相关的 我真的还蛮喜欢 男嘉宾这一款的 希望男嘉宾 能够多多关注我一下 谢谢 好 没问题 谢谢 这个还是很适合的 2号 小哥 你好 你让我有点兴奋 别这样 就是首先 我感觉你整个人很幽默 我感觉我很喜欢你 谢谢 我就是觉得 你特别适合我那个朋友 我现在要推荐他一下 好吧 就是他是吉林大学的硕士 学国际汉语学教育的 然后他现在是一个 杭州委员公司 然后做国际贸易 然后人美生田 好吧 我觉得就只有一个要求 一会灭灯的时候 不要灭我 让他出来见一下你 剩下的事情交给他自己 好吧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 把你拿下的 好的 好的 他好会 2号的朋友 是很像个推销主播兄弟 非常精彩 我的天啊 签他 来看短片 1993年12月13日 我 袁一鸣 出生了 从小到大 没有人帮我做过决定 我跨出的每一步 都是为自己预设好的目标 有自己的想法 好可见 2018年7月30日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毕业 2019年4月1日 进入世界500强互联网公司 担任产品经理 想动就去打篮球 跳街舞 想静就去画油画 好优秀 先热了打高尔夫 先冷了去滑雪 对的时候 就应该去做自己 认为对的事情 我太喜欢他了 他就是我的菜 你知道吗 2019年12月29日 我和他分手了 在一起的时候很坚决 分开也觉得 最不拖泥带水 当我发现两个人不适合 就会告诉对方 所以每一段分手 都是我主动提的 很理性 太理性了 我比较喜欢理性的 我喜欢脑子清晰的人 之前的两段恋爱 是我构建 未来另一半画像的 重要参考 高高瘦瘦 门当户对 十分感性 工作之余 还可以跟我聊聊艺术 上进心不是那么强 但一定很在乎家庭 家说的跟我蛮匹配的 只要我认定了你 我就会迎合冲动 用最快的时间和你在一起 顺利的话 我们会在2022年4月5日 之前结婚 我想半年之内就结婚 最浪漫的是不过如此 Yes I do 挺好的 真的很好 我好喜欢他 我真的好喜欢 我在片子里看到 男嘉宾有送女生订婚单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暖心订婚单 做健康女人需要综合条例 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刚微笑里面有看到你说 你喜欢跳节舞 来表演一个看看吗 想看 就是两年没跳了 对 但是随便跳一下 给大家娱乐娱乐 还是可以的 穿着C招跳街舞 有两把刷子 有两把刷子 就会看到她的一个女生订婚 有两把刷子 他也会有两把刷子 第一把刷子 这把刷子都会有两把刷子 所以我说到她就会有两把刷子 那把刷子都会有两把刷子 我说到她的刷子 就会有两把刷子 他就会有两把刷子 一定会有两把刷子 我说到她的刷子 如果现在遇到合适的人的话 您会选择在两年之内 迈入婚礼殿堂对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希望把恋爱这个过程 拖太久 如果拖太久 反而不容易能结婚 结婚可能还是需要 一点冲动在的 如果爱一个人 是没有冲动这个因素在的 那么这个爱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纯粹可能 是 好好 真的很成熟 我爱那些 我很认同你这个想法 一般跑到七八年 都还没结婚 说明两件事 两个人感情很深 第二件事 两个人有重大障碍 否则你能解释 咱们为什么没做这一关吗 我很喜欢这男嘉宾 真的很喜欢 再看一下吧 打电话 打电话 喂 喂 喂 孟爷爷 我是二号 帮我供放一下我的声音可以吗 二号的声音供放一下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你好 我现在有点紧张 有点激动 我只想对你说 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 我很喜欢你 我想拥有你 我很喜欢你 我想拥有你 我想拥有你 一生又中美女孩 然后我想跟我朋友说一句话 王婷 你要帮我争取到他 如果争取不到的话 我们两个就远远不要再见了好吗 如果争取不到的话 我们两个就远远不要再见了好吗 绝交啊 你这锅甩的 小哥哥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谢谢 然后对 我要说一下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 你就刚开始前面没放VCR之前的话 我感觉还是就是 挺喜欢 但是你放在VCR之后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主要是什么 就是你的爱情观 我喜欢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就是我见着你的第一眼 我有心动的感觉 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 我可能会去权衡利弊 就是我当断则断的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大家同龄人 我也是93年的 对于感情的这种想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可能真的挺适合我朋友的 好了 没问题 谢谢 他一直都不是提问 他一直都是表达认同 表明结论 对对对 3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喜欢连爱人的女朋友吗 他女儿最大的特点就是 希望找个男朋友管着他 什么都听他男朋友 叫他几点起床他就听 叫他几点睡觉他也听 叫他吃什么他也听 对对 我就是这种 然后连上厕所都要男朋友黏着 你喜欢这样的性格吗 这个随时随地黏着的 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对 因为我还是喜欢女孩子 有自己 这很甜蜜不好吗 一天到晚黏着你 这个时间相处久了 无论什么样的关系 都会有一些问题在里面 我觉得 还是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 你好奇怪 你这个人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 跟我的思路完全一样 但是他太理性了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三号女嘉宾 三号妈妈 喂 妈妈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她是理性的 我想听听她的理性 是具体在什么地方 你好 你好 男嘉宾 你刚刚说的理性 那么所谓的理性 是指哪些方面 他想了解一下 我觉得理性主要是在 解决问题的方面 对 因为我觉得 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不能纯理性 也不能纯感性 但我可能会理性偏多一些 没解决一个问题之前 我会先想好这个问题 所带来的后果 利与弊 然后之后 我们再会根据感性的因素 来去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我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我觉得他逻辑色位比较强 我很喜欢 真的很成熟 我也那些 很多女生 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她认为两个人谈恋爱 无论是恋人也好 夫妻也好 出了问题 首先想的是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情绪 我现在不开心 你不要跟我讲那些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我不要听 我现在不开心 你现在想让我开心好不好 你现在照顾一下 我的情绪好不好 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分 不代表所有女人 但是相当一部分女人会认为 首先要呵护的是她的情绪 对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理性的比较好 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有问题 最后你还是要解决问题的 你好 孟老师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想让我妈妈接一下 三号妈妈 我觉得可能我跟她不合适吧 因为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 会压力很大 我觉得她很优秀 所以我想你灭灯吧 你好 男嘉宾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非常优秀 真的很抱歉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 谢谢 这男孩子越看越好看 四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喜欢哪种内心的女孩子 就是叫V32你们说的 就是比较高 比较瘦的 头发长 短 还有那个玉米 你不用绕弯了 我帮她问吧 你对女生的外形 比较偏中性的风格 你是什么态度 你妈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喜欢偏 偏 不要偏中性 对 好 谢谢 1号 她很懂我 酷 1号 刚刚我外孙女抱根了嘛 足以说明她是非常喜欢你的 其实我这个舅妈呢 看你也挺顺眼的 谢谢 另外就是你刚才也说到的 你的择偶标准就是 稍微高一点瘦瘦的对吧 那你看舅妈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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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舅妈要跟你瞧 我这个外孙女高高瘦瘦的 在170左右 你能接受吗 完全能接受 非常瘦 没问题 我觉得我也很瘦 大家都很瘦 大家都很瘦 我没有 你很 可是你很高 你那是风脉 5号 2号男嘉宾 您的外形 首先外表这方面 是非常是我姐姐喜欢的 所以在这里 不过有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 刚刚您说到了 您是希望找一位身材比较高挑 然后身材比较苗条一点的 然后我姐姐呢 目前之前是有一点丰满 但是现在正在慢慢地减肥当中 已经逐渐地瘦下来了 她的这个描述 她说我姐姐呢 个子挺高的 但是原来比较丰满 现在已经减肥减下来了 我脑子里边立刻产生的画面 就是一个大高个的胖子 沈总 其实并不是 第一个是挺高的 一点都不是胖子 只是没有那么瘦而已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 对于外在都有一个心理的门槛 只要这个感觉对了 往后走下去的一定是靠欣赏 因为如果真的是因为外在 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 那等他的容颜老去了以后 你肯定是不会再那么感兴趣的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过了这个门槛 往后还是要看欣赏和看内在的 对 准姐夫 您的情商真的是非常优秀 讲话真的是非常好听 没有 没有 双商都很高 娃哈哈 黎麦牛奶粥 给你全营养关爱 下面进入反选环节 来 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1号 孙志廷 24岁 人力资源 2号 孟宇斯 26岁 服装外貌公司合伙人 5号 王晨莹 29岁 上海市公务员 来看三条甜蜜情报 今天的早饭是银耳莲子根 银耳 脸子 枸杞 红枣 冰糖 饿了 饿了 等待的时间化个妆 再来挑个耳环吧 好漂亮 我喜欢搭配小清新 郁姐峰 高瘦 高瘦 对 男嘉宾 我要出门了 你准备好见我了吗 下一条 男嘉宾 你好 我是宇斯的妈妈 我手中自一张照片 拍摄于97年的8月 她放得好温柔的讲话 是女儿40岁时学习书画 看 这就是女儿的书画作品 好优秀 男嘉宾 如果您和我的女儿 牵手成功 那么交易下一代的重任 就由女儿来承担 本嘉宾由MaryU婚恋APP提供 下一条 男嘉宾 你别看阿姨长发飘飘 但是阿姨可是习纹之男 你没看 现在我就去换上这身衣服 出去比货两下 哇 厉害了 天啊 哇 厉害了 我们下几位呢 就不喜欢运动 我希望呢 找到一个男嘉宾 能带他一起多健身 多运动 表哥 来 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问题呢 是在您女儿就是不开心的时候 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让自己振奋起来 一号 在我印象当中 我外孙女不开心的时候 他可能就睡一觉 这个很好 无忧无虑睡一觉 就忘记所有的烦恼 然后一觉醒来之后呢 好像又回到原点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特别流行的话 可可爱 没有脑袋 二号 他比较喜欢旅行 而且他也跑过很多地方 所以他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去转一圈 那会不会心情一不好 就直接走了 肯定是遇到大事啊 不就小事情的话 不会的 OK 等你去 5号 我弟肯定会说我吃 在平时的时候 他就是比较喜欢能吃能睡的 因为功课之余嘛 就是要继续享受生活 然后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想他是额外地喜欢去吃东西 来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的 科朗特为真爱干杯 有请2号 5号 有请1号 打开今日头条搜索 新乡亲大会解锁更多恋爱记者 从5号开始拍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首先看到你的长相 很文静很喜欢 谢谢 5号也很喜欢他 因为你是一个学败 我其实我是同纪的 可能我们都是理工科学校 还是有一点共同语言的 我也没有那么能吃能睡了 然后我也没有慢慢说那么不爱运动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了 因为我就是很平平凡凡 很普通的一个人 已经挺优秀了 谢谢 我还是挺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 很希望能跟你有更多的接触 也希望你多多考虑我 好的 好的 谢谢 尝不了女士问题 这一点很大 我的描述是正确的吧 完全正确 对 比他弟弟也描述了好多了 不是一个大高个胖子是吧 完全不是 小孟 娜丁 你好 你好 首先我觉得你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 你是一个思想很独立的人 这点我们很像 谢谢 在爱情里 我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我认为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话 我是爱你的 但你还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我今年27岁 但是我依然抱有 对这个世界的蠢蠢欲动 我喜欢旅行 我喜欢探索这个世界上 所有新鲜的事物 喜欢尝美食 喜欢去做菜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遇到了一个 真的很让我心动的男孩子 我也愿意放下这一切 去回家给他做饭 最后呢 就是您提到了说 感情的话 你也会有一点点冲动 这一点跟我的想法呢 也非常相似 我认为三年或者五年 并不是平派两个人 是否适合结婚的一个标准 我认为什么时候才适合结婚 当我看到比你更优秀 更新鲜的人以后 我不会再心动 这个时候我们适合走进婚姻 所以说心动不是答案 心病才是 对 她说得很好 对 她说得很好 我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站了三期了 我没有牵手其他的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 要在合适的时间 遇到合适的人 我真的很喜欢你 谢谢 谢谢 她讲得真的我都要感动了 我都要选她了 刚才是哪一个女生 说了拥有这个词 我 我想拥有你 但是你那段话和这段比起来 我觉得刚才那段说得更好 对 说得太好了 我现在还是很想拥有她 来 一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的话其实很早的时候 就为你爆灯了 主要是因为我本身的话 对理工科的男生 真的有一种天然的热爱 我觉得她们身上 理性的这种光彩 包括她们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 包括我注意到 你其实很注意细节 像女嘉宾之前通话中 说到一些细节的内容 你都能记得很清楚 那这一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说 最打动我的一点 另外就是外形方面的话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偏冷淡型长相的男生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理想型 但是我真的很想我们牵手 试试看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希望我们的理性和感性 能够刚刚好配到一起 谢谢 谢谢 他们都说你长得冷淡 真的可能是一个错觉 表哥三个女生淘汰一位 你同意吗 我 应该反对吧 他应该会同意吧 我同意表哥的这个意见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 清热解毒 硝烟阵痛 下面进入桂龙东陵草堂江提问环节 如果我们有孩子 那孩子会起什么名字 男孩女孩得说一下吧 没有限制 你们谁想好多事说吧 这个有点难度 叫圆一就挺好的 圆一 对 因为这个字很好写 我怕这个孩子万一以后 调皮 捣蛋 发写名字之类的 可他写字又不好看 他就写这一个一能写好了 也挺不错的了 这个 这是一个思路啊 我之前有过一个 比较出格的想法 就是如果我想他的名字 好听一些 浪漫一些 那是不是可以 我们俩的姓都不取用 然后给他起一个 最适合他的名字的姓 具体的名字 其实我现在真的想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可以根据我们 之后相处生活的点滴 然后把我们有记忆的内容 放进他的名字里 我觉得这样是 最浪漫的一种方式 谢谢 好的 关键时刻看品质 君乐宝奶粉用品质收获人心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还是2号 你的选择是 想人了 想人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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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好适合他 我觉得就像我说的爱情 可能是需要一些冲动的 君乐宝奶粉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为爱首富 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奶粉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新香仙大会精彩继续 本栏目由率先获得欧洲BRC和IFS 双认证并且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纯凉的 纯正的 纯香的 狼牌特区特约播出 赫朗特为珍爱干杯 本节目由硝烟阵痛的中药 桂龙东陵草堂将指定播出 所以我想选为我暴征的一号女生 喜欢你心中一切 对我回应的世界 让温暖的温暖渐渐的感染一切 喜欢你心中一切 为珍爱干杯 赢朗酒庄园之旅 她其实基本上一切都符合我 对另一半的预设 2号的女生真的很优秀 因为我们都太要强了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会出现很多争执 智琴可能更符合我一些 对 等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能飞到北京去 然后跟男嘉宾一起喝一顿咖啡 希望你们共同携手 创造美好的未来 所以袁一鸣我要说 他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 是思想 男生在舞台上相信的 我最怕碰到的是什么 没得说 没得聊 你看这小伙子 他既不是那种非常强势的 但是他是对任何事情 都有自己的考虑 并且思想非常成熟的 他的思想是近段时间 在男嘉宾当中非常优秀的 而刚才三个女生 表达得最好的 是二号女嘉宾孟宇斯 来 祝福他边吧 有请新的女嘉宾 好甜啊 太多了点心 我要看起来 孟爷爷 您好 大家好 我叫唐宇诺 现在呢 在上海的一家外资公司工作 那我今年呢 已经29岁了 可是我到现在都 还没有谈过恋爱 没谈过恋爱 对 舞台孙楼 你们两个可以蹭一队 对 是传说中那种舞台单身 是的 就今天希望一个男嘉宾 能够来终结我的舞台单身 这是你的父亲 对 这是我爸爸 你好 你好 起点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新乡经典大会 我们有四个愿望 第一 希望我为了女媳 长得一表人才 二 和我女儿两心相应 三 希望她们三观相合 是 如果是成 我和她妈妈 我们举四个手 完全暂停 好好好 欢迎你们 来 小时候坐 本嘉宾由世纪家园提供 君乐宝奶粉 用品质hold住全场 有请三号男嘉宾 这是什么 这知识人太酷了吧 好酷 好特别 这是什么 知识人吗 哇 这么多变形轻功 哇 长这样吧 好酷 哇 这个好特别 再回首 哇 好酷 她能上去吗 要前锋发出一下 还没有学会上国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王陈震智 来自宁夏 今年28岁 我觉得她名字跟我的好像 太酷了 在上海从事机器人设计顾问的工作 大家都喜欢把我叫做机甲狂人 好酷 她长得跟机器人一样 那边是妈妈 孟老师你好 大家好 还未来的亲家好 妈妈好可爱 太激动了 您请坐 欧盟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开始军乐宝奶粉 《亲甲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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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下 我太激动了 好好好 我来宣读我的亲甲宣言 我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妈妈 没有给过的孩子任何优越的条件和成长环境 可是她仍然长成了值得我骄傲的这样子 这件事呢让我有了反思 我觉得不管是教育孩子 还是和年轻人相处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引号 不要擦手 不要坐围 未来的儿媳妇遇到了天底下最善良 最包容的婆婆 她不会给你工作呀 生活和家庭带来任何的那个不卖 这个家庭的感觉很好 今天呢 我也想给大家呢 跳的广场舞 给我儿子加油 加油 广场舞 我觉得未来我可以跟她妈妈一起跳广场舞 好棒 亲娘 幸福了 未来的亲娘 不好意思 一个快乐的妈妈 憋了半天 想问的是你开场你戴的这个是 我戴的这个是一个人机一体的这个机器人 它可以把人的动作同步到机器人身上 人机同步 对 孟爷爷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还准备了另外一台 我稍微教养非常容易 我这个智力可以玩这么高级的吗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搞定 我要把它拿起来吧 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上身是人形的 那么这个控制器也是一个人形的 操作非常简单 使用者只需要把手穿到这个人偶的手环里面 然后就可以同步他的动作 可以看到人偶怎么运动 那么机器人也会怎么运动 身体旋转也会跟着运动起来 非常简单 我想玩 我也想去玩 哎呦 他好像不太高兴 他觉得好像我跟你太亲近了 对 他有点不乐意了 你让他过去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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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过去 去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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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去去去 打他 拽着前面 拽着前面 来 我得找他 我得去找他 我得去找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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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这个很好玩 差不多了 挺好玩的 这是你自己做的 这个不是 这种产品是需要团队协作的 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 那你也是他的 算是研发者之一吗 对 算是他的一个研发者 这个好酷 那这个好酷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电子工程专业的 科学小怪人 也可以这么叫 真的好可爱 我觉得他太小孩子气了 这也挺好的 小老婆帮我争取一下 5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我们大家一起欣赏了 您参与的这个作品 真的是非常吸引 我们这个男生的一个注意 在这里我是想问一下 可能您会注重忙工作一点 平时在两个人的纪念日 您会有注意到这种 比较有仪式感的行为 我非常注重仪式感 我觉得他绝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了 和我上一段感情呢 一些纪念日啊 一些重要的 我都会DIY做一些小的东西 这个这么久没有出去过 就是为了他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花是想着 因为如果机器人光格斗 它会很单调 所以还能送花 真的很浪漫耶 还有这个功能 对 就待会儿就可以让他给姑娘送一朵花 对 也可以现在送过去 送给谁啊 这一朵呢 送给谁呢 现在送给谁 你送一朵给谁呢 就看缘分了 我比较不建议你做这个事 你想一想 里边有五个姑娘 你把她送给任何一个 另外四个是什么感受 对吧 我就不干这个事 好 没事 没有关系 我要爆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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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那屋里边有人 哇 在那儿叫 但是我没想到是五号爆灯 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 孟老师好 男嘉宾好 你好 首先我觉得很有缘分 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名字就很像 我叫王晨莹 你叫王晨郑 是 蛮像的 就其实我身边还是蛮多 你这种理工科的男生的 然后我觉得可能女嘉宾都很喜欢你 但是他们可能太沉迷于你的小机器人 而忘了给你爆灯 所以我都有先下手为强 你认识的女孩里边 喜欢这种东西的女孩多不懂 少 极少 但是一旦喜欢就会非常喜欢 对吧 来 好 来 看片子 好 还有科技感呢 一开始就真的好有科技感 你好 地球人 我是代号王晨郑志的机器人 我感觉不是在拍电影 肩负改变世界的使命来到地球 已经28年了 这28年是一场梦 一场机甲战士的热血之梦 哇 好酷 我没有降临在富贵人家 母亲只是清洁工 但她超前的思维和眼光 给了我足够的成长空间 哇 我严重天科 文科向来很差 但数理化却名列前茅 我所有的资源 就只是这双手 很厉害 我的第一个作品 就诞生在一个垃圾堆里 好 厉害 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成为第一个进入高桥 部门实验室的中国人 有人说我是天才 我只是极致热血的天才 很厉害 机甲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 使命和责任 好可惜哦 没有爆灯 对我这样子 地球很美 但我更像是个局外人 我只懂和机器对话 却不懂怎么和人交流 没关系 我性格外向 初恋即巅峰 她应该是我遇到的 最美丽的天使了 她带给我的 是科学也无法解释的幸福感 但我毫无情商 没关系 我也没有情商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一次次伤害她 她离开了我 我觉得以后 不再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了吧 她可能是沉迷于工作吧 对啊 她可能是那种 我不行 我不能接受这种 我想在冰冷的机甲之下 真正拥有一颗 懂得爱情的人心 代号 王晨政治机器人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020 修改终极使命 寻找爱情 本嘉宾有史记价格提供 这个片子你还满意吗 非常美 爱上了自己了是吧 那我来问一下 你想象一下 未来你的事业巅峰 是个什么样的 再给我们描述一下 我的个人梦想 就是未来能驾驶上 自己亲自参与的 一台巨型机甲 成为一个真正的机甲英雄 她真的是天才大佬专家 就是像小萝卜的唐尼演的 里边有那么一套东西 对 类似这样的 然后给她运用到 比如像婚礼这种特殊的场合 当然这是我的梦想吧 那她求婚的时候 肯定会用这种感觉对吧 好有科技感的婚礼 对 喂 喂 孟菲老师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可以公放一下我的声音吗 好的 三号的声音放出来 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你好 终于明白为什么前两个 我都没有上台了 我觉得我这一次 就是等你要来的 为你要来的 好 谢谢 然后我有个小要求 就是我想为你跳一个舞可以吗 可以 来了 来了 她来了 好 好了 好 来 你太少了 跳舞觉得就很加分 对 加分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带我一起玩 你的机器人吗 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 你刚刚说你是比较仪式感的 其实我也是特别仪式感 而我是比较小女生的 我觉得你就是我想找的那一个 能带给我快乐的那个人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三号 谢谢 二号 二号 小哥哥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本来刚刚还沉浸在 痛失那个二号男嘉宾的 那个悲痛之声 然后但是你来了以后 我基本上已经治愈了 阿姨也特别可爱 就是你可能不是那种 大部分女孩子喜欢的块 但你绝对是大部分男孩子 喜欢的那块 对对对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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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兄弟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那怎么来 就是即使后面 你如果牵不走我这个朋友 你把我牵不走也行 也行 也行 没问题 然后就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那个VCR里写说 初恋即巅峰 我觉得这句话 还是让我有挺多疑惑的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可能上来抽到的一个姑娘 就比较优秀 她是SSR的 对 上抽了SSR 上来抽了SSR 对我也很好 我又是个鱼木哥的 就是那种特别以自我为中心 做什么事情思考也不周 比如 比如 比如就是 以前她觉得我住的比较简陋 给我买了一个 算是豪华点的一个床垫 但是太软了 然后抽到之后 我就非常自我地说 我说你给我送什么床垫 我这玩意儿 我颈椎病越整越坏 因为我当时非常自我 我意识不到我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我回过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伤人的行为 真的让我非常难过 可能这种难过 定不是说别人执帅的 是我真正意识到 我说的对话有多伤人 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很好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 经常会有的时候问一个问题 我说你说说自己身份的缺点 这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她刚才在反思 她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么坦诚地总结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不多见的 这一点我觉得 还是特别应该鼓励的 知错能改 善莫答应 喂 喂 莫言 我是2号 让我王挺接下电话 喂 说 你记不记得上周 我送你一个游戏机 我看着了 你要是想有个兄弟 陪你一起打游戏的话 你就多争取争取呗 你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 你不喜欢吗 这话说的 然后你让男嘉宾 可不可以模仿几句 日本动漫里的台词啊 这种让我们听听 好了 我知道了 不是 小哥 我不是对你有着合问题 我很喜欢你 虽然说我俩又出现了分歧 但是现在好在就是 我也很喜欢你 她现在也表示很喜欢你 所以我要开始营业了 好吧 下一张SSR已经准备好了 你怎么才开始营业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这张SSR的属性 好吧 东北姑娘 杭州生活 经济独立 社交独立 做饭好吃 人美生甜 而且她时间很自由 好会说 如果要即使你不考虑她 你考虑考虑我 好不好 我们下去不能交朋友呢 对不对 然后刚才里边女嘉宾说 让我传达一下 想让你模仿几句 日本动漫里的那个台词 他们想听 这没有问题 我还连音乐带歌词带状态 我全能模拟 好厉害 好厉害 这真的 他喜欢了 我们可以通过刚才那段发现 这个小兄弟是很有趣的 她说那个台词 自带音效的时候 其实是有那种 孩子般的童真的 进入她的世界的那种光芒出现 她就是那种二次元的男孩子 二次元 四号 蓝家元你好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上进的一个男孩子 老实是非常喜欢你的 但是我女儿就 可能不太喜欢你 这种机器人吧 错了 我喜欢 你妈要面对了吗 没事 没事 来 来 电话来了 喂 喂 孟老师 我是肖雨婷 她已经灭了 你女儿在跟我说话 你爸爸已经把灯灭了 你把声音扣出来吧 爸 我对这个男嘉宾 挺感兴趣的呀 就是我们之前的默契度 不是很高吗 因为你的小杨是喜欢硬汉嘛 对啊 但是虽然她长得不怎么硬汉 就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对 那你看怎么办呢 你爸爸灯灭了 孟爷爷能回来吗 能回来吗 来 四号回来 因为这两件事情同时 他要灭灯的时候 电话同时响了 对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父母的 在替儿女拿主意的时候 没有那么大把握的时候 留点余力 来 挺好的 三号 男嘉宾 你是在上海工作 是不是 是的 那我女儿是在广州这边工作 异地这么远 那么你们应该怎么样子去相处呢 其实也挺近的 一个飞机的事情 关系了 这些的 其实我上一份就是异地恋 我异地恋了有一年 然后才在一起 后来确实是因为感情的原因 我才来到了上海 为了女朋友来的 就是说你可以为了感情 放弃你自己的那个理想吗 以前会的 因为上一段我这么做了 但结果其实并不好 现在不会了 我之前确实我背叛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当时就因为现实和感情源 我就去选择了一些赚钱 更好的一些项目 谁知道我这么做了之后呢 是我也拿到天使团投资了 可拿到天使团投资之后呢 我前人就和我分手了呀 他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变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自以为是 我还觉得我就是为了你 然后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成长 说我是个男孩 他需要的是男人 现在可能改变了 慢慢成长嘛 对对对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合我 1号 男嘉宾你好 我认为你阳光帅气 智商一流 我非常欣赏 谢谢 你爸爸很喜欢韩太太先生 他不是我喜欢的菜 爸爸 我的女儿也非常优秀 好 我接个电话 我是那个1号陶宇梦 来 1号 爸爸我们就放弃吧 把他留给更好的女生 一定要这样吗 好吧 对不起 原来确实还是好 很勤 勤应该说 要不您先说一下刚才那个电话的内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哇哈哈李迈牛奶灯给你全影仰观爱 下面进入反选环节 来 上去灭掉一眼灯回来 你一定要留住我 不要灭我 3号呢 非常的热情 他逻辑好强 好厉害 4号呢 就有点他需要健壮的 因为我个人的身体确实是并不健壮 这是唯一一个在这个环节 要陈述理由的男嘉宾 确实可能保护不了他 所以 抱歉 抱歉 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2号 孟于斯 26岁 服装外贸公司合伙人 易静 24岁 时尚自媒体人 王晨颖 29岁 上海市公务员 来看三条短片 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晚餐 哇 看起来会较好 菜还可以 好热 上着天堂 下着厨房 男嘉宾只有和我牵手 才能吃到我做的菜哦 下一条 今天呢我想让大家更直接地了解到 闺蜜眼中的我 那我给一个男闺蜜打招了 我说要给男闺蜜打 你觉得在你心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永远只会见你哈哈打招的样子 那你想对男嘉宾说点什么呢 男嘉宾她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那么欢乐的女孩子 真也好 真心 下一条 这是我们家盈盈从小成长的相册 这是盈盈13天的时候 你看小小的跟着小不点似的 她小时候特别爱臭美 这是在房间里自己打扮啊 打扮出来让我给她拍的照片 这个帽子还是我给她吃的呢 戴上以后我应该就像个小男孩似的 还酷酷的 我们家盈盈啊 从小就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 心地非常善良 盈盈加油 同样一个问题问三个家庭 你们希望我设计一些机器人 你们觉得把机器人设计成什么样子 会让你们开心 我要设计一个能卸妆的机器人 能卸妆 银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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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可能不如婚姻殿堂的话 要设计一款伴郎伴娘的这个机器人 陪伴你们一起这样走下去 弟弟好浪漫 赫朗特为真爱干杯 有请二号 三号 出位 来 从二号开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虽然你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我看了你那些机器人 你的作品以后 我真的觉得 你就特别像一颗星星 就是有棱有角还会发光 谢谢 然后你比较不爱说话 不爱表达 但是我是一个 很喜欢讲话的一个人 但是啊 谈恋爱 找男朋友不是照镜子 你还是说跟你找一个性格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不一样的人 我认为可能跟你更适合一些 同时希望你可以专注 自己喜欢的东西 自己的梦想 千万不要为外界的一些事情 所困扰 然后我呢 也会在你身后支持你 帮助你 谢谢 3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从你一出场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很特别 完全打破了我对理工男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会暴露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我很黏人 然后我可能会有点任性 我不想让你先看到我好的一面 然后再去发现我不好 到时候又后悔 我希望你能慢慢地发现我的好 谢谢 还有就是婆婆 已经叫婆婆了现在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一个婆婆 然后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未来的日子 我可以跟她一起跳广场舞 我可以叫她跳广场舞 谢谢 5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为你爆灯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名字很像 很有缘 然后还有一个真的是被你妈妈圈粉了 我觉得你妈妈真的超可爱 超快乐的一个人 我可能嘴巴也比较笨 其实本来想给你唱歌的 但是我会忘记 就是很文静 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 只要感觉对了 缘分对了的话 我觉得那个人就是命中注定 谢谢 谢谢 这是恋爱的感觉吗 对 来 大姐 三个姑娘都很好 你要淘汰一个 中间这个姑娘很抱歉 你妈妈决定淘汰5号 你同意不同意 我其实不同意 好 那你觉得淘汰谁 因为我自己有些时候 可能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 三号嘉宾确实是生怕有时候 又没有照顾到你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不太合适 谢谢三号 他放弃三号还挺让我意外的 清热解毒 硝烟阵痛 下面进入桂龙东陵草堂江 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就是这里面有两个玩具 一个是铁哈哈的 一个绿色的 一个圆滚滚的一个机器人 还有一个是非常可爱的 双马尾的一个小人偶 你们两个更愿意喜欢哪一个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不是因为猜到 你肯定会选择喜欢 左边高达的那个 我才会选择 而是说我可能出于本意 我就会选择左边礼物 因为我的办公桌上 也摆了挺多的 就是超人大白之类的 那种小玩具 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左边的 好 小梦 我选右边那个双马尾 原因 我就是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平时就是这样 好 关键时刻看品质 菌乐宝奶粉用品质收获人心 你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2号还是5号 你的选择是 5号 2号吧 好 好 均乐宝奶粉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为爱首富 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 均乐宝奶粉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新香仙大会精彩继续 本栏目由率先获得 欧洲BRC和IFS 双认证并且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美味又抗饿 本节目由健康代餐新选择的 娃哈哈李麦牛奶粥赞助播出 遇见心意的他 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节目指定用车为 斯科达全新心动 我本来认为现在的女生当中喜欢这种类型的男孩不会太多 但是初会遇到这么多女孩 女生都喜欢他 所以我就觉得 当你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时候 一定会受人喜欢 被人发现 孟爷爷 我也觉得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这个男生只要有一项之长的光芒 然后愿意分享给我 然后我们可以很好的沟通 对于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趣 能够充满吸引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三号男生很棒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赫朗特为真爱干杯 迎狼酒庄园之旅 刚才我们台上没有把这户玫瑰送给 但是在这里 我把这个玫瑰用我的代表角色 顿山机器人送给你 好可爱 谢谢 感谢广玉远订坤丹 为本场女嘉宾提供短新礼品 做健康女人 需要综合调理 谢谢收看今天的 新乡亲大会 下期综合时间 再见 感谢君乐宝奶粉 如家冠名 感谢狼牌特区 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娃哈哈 李迈牛奶粥 斯科达全新星动 广玉远定坤丹 桂龙东陵草堂江ABC 对本栏目大力支持 下载励志新闻 更多甜蜜故事 等你发现 我的语音包 已经在百度地图上线了 正在看新乡亲大会的朋友们 以后出门 可以用我的生意 为你导航了 上微博 带新乡亲大会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